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聊ChatGPT 我们都知道ChatGPT呢,他很会写程式 也很会写文案 说实话,我第一次使用ChatGPT的时候,我也恐慌了 你觉得你要失业了是吗? 有这个感觉 就是我让这个家伙给我写了一个程序 我把我的要求跟他说了 就用正常的语言跟他说了一下 他用20秒给我写出一个程序 我考虑一下,完美实现了我想要的功能 看似万能的GPT呢 他就是偏偏不会算数学 不只经常算错 而且在解方程式的时候,也是经常的乱解 其中有一个题需要配图 我拿掉了,还剩9个题 大家可以大概的看一下 我们把这9个题都输入到GPT的对话框里面了 那么他给出答案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来判一下吧 9个题,第5题,第6题和第8题 错了 9个题对了6个,正确率是66.7% 虽然说比英语略低 但是还是高于物理生物和历史科目 我也测试了一部分的数学主观题 发现GPT虽然也有一定的推理逻辑能力 但是他一本正经说瞎话的时候还是比较多 所以GPT想真正的完成数学考试 可能还是需要学习一个 原本我也没有想过能在GPT身上得到什么样特别的回答 只想看他在解数学的时候 能给我什么样奇葩的答案 所以我就把画面上这一题模考的难题 拿去问GPT 没想到他居然给了我一个非常快速的速解法 关于这题的解法 我有上传详解的影片 建议先看一下 影片的连结我就放在底下的说明栏 虽然我刚刚说GPT给了我这一个题目非常快的速解法 但是他不是一开始就跟我说这个答案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TrapGPT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吧 首先对话的第一行是我问TrapGPT这个模考的题目 以下绿色的是他的回答 看着GPT他运算的过程 感觉起来是GPT他有依照着自己的一个运算的逻辑 在做运算 方法上就是暴力解方程式 并没有在思考这个题目背后要考的概念是什么 然后利用什么样的工具解决这个问题 那GPT暴力解的结果通常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他后来就乱算 第二种就是他会算到一半就停止了 那我们遇到的是第二种情况 所以我就叫他继续写 然后第二次他似乎又把刚才的过程再写了一遍 所以这边我判断他应该是误会了我刚才问的意思 所以这边我们就用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式来回答他 TrapGPT说请允许我们继续计算 那我就直接回答继续 结果他就真的再继续往下做计算 那过程依然是暴力拆解法 那第二次他还是没有解完 所以我就叫他继续再算下去 那殊不知他就爆出了这样的一个答案出来 这一次TrapGPT他居然回答说 只要把X座标加起来除以3就是答案了 那没想到正确答案真的也就是这样算出来的2 那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话 那我们以后遇到这种题目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就可以把答案算出来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后来就请TrapGPT来帮忙解释这个原理 那我们来看他的解释 老实说我看不懂他的解释 那大家可以暂停来看一下他到底说了哪些东西 那我觉得他可能是乱讲的 因为我接着就问他那对称中心的Y座标是不是也可以用已知的Y座标全部加起来除以3来做计算 结果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说对称中心的Y座标也可以用一样的方法来解 那我就请他来解释一下 结果他给我的答案跟对称中心的X座标的说明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我可以肯定TrapGPT在这个部分他是乱解释的呢 因为我有实际的去证明X座标确实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算 但是对称中心的Y座标呢 在这个问题里面其实是没有固定的 所以不能用这个方法来解 那详细的证明呢 我会放在不一样的解题思路的系列影片里面 那影片的连结呢也会放在底下的说明栏 那影片的最后呢 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使用TrapGPT来帮忙解数学的一个心得吧 第一个就是TrapGPT好像有一套自己的运算的逻辑 他基本上拿到一个数学题目之后 他就依照着自己的运算的逻辑呢下去做计算 然后一直算一直算一直算 直到算出一个答案或者算不出来 第二个心得就是我们要一直去逼迫ChatGPT 就是当他算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持续的去逼他把答案算出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许他就会蹦出一个这个题目应该要有的解法 例如说我们今天问他的这个题目 他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快速的解法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问的是对称中心的X座标 那就是把我们已知的三个点座标的X座标 全部加起来除以3 那就是答案了 那我们今天使用ChatGPT来解数学的使用心得 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那如果想观看速解法的证明的话 可以点选底下说明栏里的连结 那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拜拜